这一对荧幕情侣要结婚了 两年前昆达在北海道向柯家宴求婚之后 两个人其实隔了一年的时间才登记结婚 而目前是确定在9月15号就要举行婚宴了 然而日前就回到他们第一次共同旅行的定情地点 就是日本的京都鸭川 到这边来拍摄婚纱照 而且还请来非常知名的摄影师苏毅良来为他们操刀 柯家宴总共换了三套定制的婚纱 而且每一套你看它都走古典优雅的路线 非常适合京都街头的气氛 而且在这个席帖上面写的是谢先生 谢太太 还是柯家宴她亲笔写下的 也让不少圈内的好朋友开始非常好奇 这一对爱侣他们的婚宴会不会还有什么大大的惊喜 好 另外来看这是疗愈系歌手梁静如 她在她的脸书上就分享这样一段的影片 她特别提到说因为去逛街嘛 她就经过了松山文创园区 在这边刚好有街头表演 她看到一个年轻的女生正在唱她的成名曲《勇气》 她就去闹她咯 给她一个惊喜 在影片当中可以看到梁静如她调皮地就躲在这个女生的背后 让女孩子转身之后 哇 真的是吓到手足无措 而梁静如这个时候呢 她接过了麦克风也现唱了两句 现场当然是一片的欢呼声 在歌曲结束之后 梁静如还给这个女生一个大大的拥抱 并且呢 两个人就一起合照 影片po出之后 不少粉丝真的好羡慕哦 直说这个女生好幸运 大家都很想要有这样的偶遇 好 不过来看这个消息 这是乡土剧的男星 但他这一回登上的是社会版面 张俊翰在清晨六点的时候开车行进 康定路被警方给拦下来 发现说他车上就是有注射过的针筒 在出塞过后也确认这里头是有 安非他米的成分 张俊翰他因为吸毒 持毒在开车 被带回了派出所来侦办 原信给记者罗湘 艺人张俊翰最近演述本土剧大时代持续热播 但就在今天早上六点多 他开车经过康定路时 被巡逻远警拦下盘查 发现他眼神犹疑不定 引起警方注意进一步检查车内环境 果然一查之下发现在驾驶座中央的 虎手处有一支注射过的针筒 经过初步检验确认里头含有 安非他米成分 让张俊翰一度情绪激动 但他还是坦诚针筒是他的 警方随后将他带为派出所侦办 有没有话想要对你 随便对你的粉丝说一些话 这已经不是张俊翰第一次吸毒 本名廖文豪的他曾经是男子团体 三片吐司的成员 当时一名叫做江冠豪 2017年他参加毒品哄怕被逮 本来揭演好几部戏统统遭到换角 后来付出才改成现在的一名张俊翰 2013年演出本土剧 风水世家的反派角色 意外受到瞩目一扫射毒阴霾 但没想到这回再度因为持毒遭逮 全爱训后以毒品罪易送法办